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高家争乱的一团糟呢 刘建强呢 正在找 但是还没有找到 不要听 就算抛了他家的祖坟也要把他找出来 还有 那个林大海 还没死心吗 两个人都给淹死了 手脚干净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你说我在罗家外边 待了那么多天 怎么就什么都没看见 人都已经死了 就算看到了 还有什么用啊 那这么说 那些钱就追不回来了 数目可是不小啊 人平安最重要吧 对 对 好人哪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 咱们俩能这样做学说话 哈哈 我可不怕 从小跟着您学手艺 您就是我们的师父啊 嗨 其实 也没教你们什么 不 该学的 我都学会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赛个人吗 好 啊 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看看你 天不早了 找找先生 他 他怎么样 好 好 身子还需要再调理一下 已经服了叶大夫开的药 而且叶大夫还特别嘱咐过 最近不能见得疯 所以没有出来走动 夫人说明说 怎么处置他 怎么处置 这总要等姑父醒了吧 我想在姑父醒之前 是不会有人有什么行动的 是不会有人有什么行动的 没人肯告诉我 我儿子 他已经回来了 感谢老天 感谢祖宗 大姐 我真的是谢谢你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的 让我去见见得知 我就是想见他 大姐 你不需要去看他 你不需要去看他 以后 你也不要再见到他 为什么 你不招任 要豁出性命来 保护那个野男人 我也就有你了 我也不想知道他是谁了 但是 高家的家法是不能改的 等老爷身体好了 他会亲自处置你的 大姐 你不要这样 你再怎么管着我 我真的会疯的 大姐 我就是想见见儿子 你让我见见得知吧 把门锁上 大姐 温锦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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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你来赶我出去啊 我是来看你的 看我? 杜表哥 那你可得好好看呢 我可是说变就变的 是 明晓 镇上 镇外 庄头 县城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这些时候 你到底去哪儿了 其实你已经找到我了 但是你是个睁眼瞎子 明晓 那位刘先生 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我们很难由他找到你 那你去找个谁 罗家 这么说 罗家也知道了 知道多少我不清楚 但是你离家的事 大概是瞒不住了 他们知道正好 我也懒得跟他们多费口舌 明晓 你和罗家是有婚约的 建墙的事我娘知道了吗 无所谓 反正我回来就是要说这件事的 倒是你啊 杜表哥 你费了那么大心思来找我 你图什么 你现在要来找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明晓 你了解那位刘先生的出身吗 他什么出身关你什么事 他出身再低贱我都不在乎 他爱我 远远胜过他的出身 你了解他吗 当然 好 你现在能回来就好 以后 不要再和这位刘先生有什么瓜葛了 明晓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嫁给罗仁浩 我可以去帮你劝姑妈 我相信姑妈 也不会再勉强你的 但是在这之间 我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 什么事 等我弄清楚了 自然会告诉你的 你这个情 gay 有什么事 你会有什么事 你带说 也是做的 那些人 叶大夫 我爹这病能好吗 你这丫头啊 还真能沉住气 我还以为你不会问呢 能吗 现在首要的问题 得让你爹醒过来 从目前的脉想看 还算平稳 可是随时都会有变化 你爹这个人哪 生性沉寂少言 早年的一些不顺心 让他忧伤沉寂 郁郁郁甘 早已不堪复合 上次我来 情况就不是很好 后来我想 有你在他的身边 可能会给他一些安慰 但不想 还是谈话一现 这些年 他为了你娘的病 常来找我问诊拿药 他俩的情意 坚贞悠长 很让人羡慕 所以你娘的死 给她的打击 那是可想而知的 也是药物 所不能解决的 爹 你要是不好 我怎么跟娘交代 玉鸣 天亮了 起来了 起来了 我不起来 我不回去行不行 家里还有那么多事呢 你怎么老替别人着想 起来了 你不留我 大爷自个儿留自个儿 不回去了 我还要睡 起不心 你起不心 好 ugeot ugs 他 他 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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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爹 更醒了 天都亮了 更醒了 天都亮了 爹 爹 爹 娘 这些东西不能明天再看嘛 夜都这么亮了 怎么不多加一件衣服啊 凤怡呢 怎么不在这儿伺候你啊 我女儿懂事了 知道疼娘了 娘 我本来就懂事的 懂事了还连声招呼都不打 出去住了这么长时间 娘 你坐下来 家里一阵乱 我倒忘了问你了 这么长时间 你都上哪儿去了 娘 我只想告诉你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小姐 醒了醒了 姑爷醒了 爹 爹 我是明月 天亮了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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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啊 爹 你不能睡 爹 我不让你走 我答应过你 我得好好照顾你 我不能让你走啊 爹 爹 你醒醒 老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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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醒了 爹 我是茗玉 娘 走开你 玉玲 爹 你终于醒了 终于醒了 你可把我和孩子们吓坏了 茗玉和德志都回来了 孩子们都安好 你就放心吧 爹 在这儿 你要是想教训我 就得起来骂人 可不能一直躺着 爹 好啊 能说话就是好事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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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爹醒过来吧 叶大夫说 醒过来才好用药 你放心 爹会没事的 爹会一天都比一天好的 你也要保佑他 夫人是故意要赶走小姐的 他们都在照顾爹 这样很好 再说二哥这儿也需要人照顾 二哥 二哥 二哥也怎么坐在地上 来 先到椅子上 二 快去 二哥 你在这儿看着 我去请叶大夫 小香 先把二哥扶起来 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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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少爷 你 你别 小香 别动 看看二哥要做什么 二哥 二哥 月 我是 爹醒了 要不要去看看爹 不是 是 得知 得知少爷 我是 我是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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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做梦 我是在 在 在 做梦 爹 一路可好 好 哎呀 总算把天津这事给办妥了 我说过的 不碍事的 这得知 送过去了 当然 总不能 留他在家里做客 是吧 你这孩子 这高家 没察觉什么的吧 当然没有 要查解出来了 哪能送出这么多钱来 高家里里外外 现在是忙得很啊 哎呀 我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 嗨 谈不上 我还替大哥不舒服呢 说到这事 爹 既然天津那边不用操心了 我想寻个理由 把高家那门亲事 了了 这好说吗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高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短时间内 周转肯定会出问题 我让黄浮城去看看 等我找到了刘建强 就由不得他们不点头了 放心 我算准了 两位慢走啊 吃得好下回再来 再见 哟 黄老板 各位姑娘 我们要见高大爷 行了 李渊奇遇 好 夫人 夫人好 快 大师傅 大师傅 我来 夫人 夫人 有事吗 这 高夫人 本来不该拿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来打扰您 但是外面传得太厉害了 再说我们和美堂也得得出货商负责任了 是啊是啊高夫人 今天南边多封宽 今天南边多封斩 遮堂欠收 我们都得付现收货 如果收不到货款 哎 高夫人 高夫人 黄老板 高家饼铺和你们的生意往来 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是那是 多少年来都是三月结一次 高家饼铺从来没有亏欠过各位一分钱 现在时间还没有到 我要是现在就把账给结了 这就坏了规矩 除非以后各位不打算继续合 你敢说 你敢說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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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少爷 真巧 我正赶来给你报信 一眨眼 就到你面前了 你要给我带什么好消息啊 有 我能起来说话 让他起来 老少爷 那个高小姐 已经不是谎话大闺女了 说不定 她肚子里还怀了我刘建强的肿 现在 你想怎么跟她退婚都行 我可以给你作证 作证 老少爷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可是按照您的吩咐办的 闭上你的臭嘴 我让你撒手不干滚远点 你居然敢不当回事 我吩咐你办的 我吩咐你办的多了 你为什么只单办这一点 我告诉你 要不要高明秀 是我罗文杰的事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敢占我们罗家的东西 去死吧 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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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死 我死了会给你添麻烦的 吩咐 吩咐 先告诉了几个朋友 我怕我说不清楚 他们跟你说 我要是不明不白的死了 整个凤凌阵阵 不 全省城都能知道 知道什么 但是 您吩咐我什么 就知道什么 陆少爷 您等等 您让我一名吧 您杀了我没意思 我这条命贱呢 只要您让我出了这个门 我发誓 我刘建桥马上消失 我发誓 我与我新爹新娘发誓 我发毒誓 是 龙人街 你给我等着 这头鸟气不出 我就跟你一行 玉鸣啊 明月这孩子聪明过人 我想收她为徒 舍得吗 你不是不收徒弟吗 是您女儿 让我动心了 叶大夫太夸奖了 叶大夫 是因为跟您的感情好 不计较我粗手粗脚而已 明月 你愿意吗 那可不行 我不能让明月离开我一步 一天也不行 我要好好照顾她 我真不知道 你们两个谁照顾谁 也是 是啊 我要是能有这样的女儿 我也要天天地带着她 玉鸣 到了我们这种年纪 朋友是越来越少 多保重 开村的时候 开村的时候 带着明月到苏州来走走 别再让我来看你了 好 夫人 别送了 就此留步 叶大夫 谢谢你了 你对我们高家的恩情 我们高家上上下下都会记在心 夫人千万别客气 此乃是医者本分 请回吧 明月 送送叶大夫 是 叶大夫 请吧 丫头 你爹实际一心病入膏肓 来日不多 如果再次大毒血 就是他辞世的时候 叶大夫 人力一心 就看天命了 要多注意他的影视起居 阴晴冷暖 暗时复养 不要再让他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这才是真正有名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做到 记住 无论将来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到苏州来找我 谢谢你 叶大夫 你上回跟我说那个何美堂 他们发货地点虽然变了 但是他们报来的那运费 价格没变 叶后来想了想 这事是很奇怪 这样吧 你过了这个冬天啊 到南方去看看那儿的市价 把发货地分散一下也好 好 明天再说吧 我累我都累了 来 快趴下 爹 还没睡吧 让开 不能说 好 您 有点 只能说 您 你 一样 你 让我说 你 男人 一样 不要 是和一个朋友在一起 他人挺好的 知书达理 我想请他来家里做会儿 让您认识 您觉得好不好啊 爹 爹 爹 这风雨味好沉了 压得人心慌 不要出事才好 二少爷 二少爷 我哥还没吃药呢 刚刚煎好 正准备给大少爷服下 好 我来吧 你下去吧 是 二少爷 嗯 哥 这样吧 爹回来了 他受了些风寒 我就没让他过来 你身子弱 我怕把风筝过给你就不好了 哥 哥 我想高家借了笔钱 总算把天津那边的窟窿给堵上了 我知道 你不希望跟高家有金钱来往 但是天津那边的问题太严重了 这我想高家求助 不过 不过 不过现在总算好了 我们这口气 总算是传过来了 主要是一样的 我可以怎么做 我的天津 我哪里都说了 你还要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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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是瞒不过高杰了 我和爹商量过 高明秀那个 高明秀那个女人配不上你 这种婚事了得也好 我会再托人帮你找个更好的 你先好好养病 等病好些了 我陪你去英国 你不是说一直想回去看看吗 我先走了 什么事 船沉了 连船大货都没有了 大哥早就说过 南映这条信号舰要小心不能造劲 爹知道 爹知道了吗 义父已经知道了 拿着 爹 我好不容易 把天津的摊子给收拾好 就等着南洋的这笔货到 罗姬就好东山再起 谁想的 南太平洋上挂了个台风 把什么都给吹回来吹没了 罗姬现在就剩下这一条船 就剩下这一条船 也都没了 老爹爷 你这不是要我罗万森的命吗 我还拿什么翻身 爹 爹 爹急 千万别急 总会有办法的 总会有办法的 我 我该听人好的 这回高家的贡病 在香港脱手之后 我就应该见好就收 不应该再到南洋去进货 我 我 刘建强 竟然亲自找上门来 高夫人好 对不起 初次拜见 本该一容整齐一礼而来 只是 晚辈实在是怕了罗家二少爷 不得不这么打扮 往高夫人见谅 说明你的来意 不要扯得罗家 高夫人 既然这样 晚辈就有话直说了 高夫人 晚辈和明秀情投意合 且有夫妻之实 往高夫人成全 高夫人 请您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您还不谅解我 我立马走人 绝不回来再找您 我知道 我来得冒昧说话也太直白 可是您先别急着定我的罪啊 我本是同庆班的生爵 和罗儿少爷相识 他不喜欢明秀 要为他大哥 另选明门婚配 于是就付钱给我 要我引诱明秀 坏了他的真结 好方便他退婚啊 明秀已经嫁不过去了 高夫人我发誓 如果有一句不识 天打五雷轰 你胡说八道 不是 令建强 你算计我 明秀 你终于来了 你和那个罗仁杰 那算计我是不是 怎么可能呢 我发誓 我发毒是没有的 明秀 就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我才会带你走的 你想 我已经拿了罗家的钱 早可以走了之 我为什么还带着你东东西藏啊 这些天 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又是怎么对你的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我清楚 我当然清楚 可 这些天 我见不到你 又怕罗家的人发现我才打扮成这样 我想了 既然我们在一起了 就永远都不分开 要不成全我们 要不 就打死我 娘 建强说的都是真的 我和他是在一起了 就算没有罗仁杰的算计 我和建强一有夫妻之时 我无法再嫁罗家了 请你成全我们 高夫人 我对您就是情真义重 我一定会爱惜他一辈子的 我们高家的女儿 就算是孤老一生 就算是出家为您 也绝不会嫁给一个戏子 娘 戏子也是人呢 建强他 闭嘴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就当一句没有听见 你怎么来就怎么走 再也不要靠近高家 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 高夫人 阿贵 赶子出去 阿贵 娘 建强走 我也跟他走 你给我闭嘴 阿贵 把他也带走 锁起来 没有我的吩咐 不许他出来 是 来人 带走 高夫人 明叔 建强 明叔 娘 你怎么能见不得 自己女儿有真感情呢 爹一辈子不爱你 难道你也要我过这样的日子吗 娘 娘 小姐 你 阿凤 去 让人 把人家招来 在这里 阿凤 你先下去吧 高伯母 您这是要跟我说提起话啊 是不是有什么紧要的事啊 你 你认识一个唱戏的 叫刘建强 刘建强 认识 同和 同情般的生奖 我喜欢听戏 没个正经 你没介意 他找上门来 说收了你的好处 要坏明秀的明姐 好让你大哥退婚 可有此事啊 绝无此事 高伯母 他为什么这么说啊 这种说法太恶灵了 我大哥娶不到媳妇事想 可是坏了明秀小姐的明姐是他呀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他 非把这个事情弄个一千二种不可 真的没有这事 绝对没有 高伯母 我来的时候 我爹还跟我提到 大哥和明秀小姐的婚事 本来他有亲自过来一趟 和高伯父商议婚席的细节 但是他有些风寒 让我劝住了 爸爸称金 是高伯父学龄的 虽是好日子 但毕竟鼠东了 燕客的地方 远到宾客亲朋的周车住宿 都需要事先妥善安排 还有酒席菜市 贵赠礼品等等 都需要好好的商业啊 高伯母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混账东西刘建强 安的是什么心 他说要来您府上看看 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明清建筑 还帮他远往中场边 怪我 怪我不可仔细 这不能怪你 您放心 我一定找到这个混账东西 要他给您一个交代 不 不用了 没有这事就好 我就是不相信 才把你叫来问个仔细 既然这个事情是个误会 那么这个事 以后不要再提了 人姐啊 你真是啊 大事小事 都能细心照料 难怪你爹能放心 把这么大的家业交给你啊 高伯母 我的家是个听差的 家里的事 都是大哥说了算 说起人好 我真是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要是再不来见我这个丈母娘啊 我真怀疑他是存心在躲着我 快了快了 呃 这事已经向高伯父禀告过了 南洋的新航线 非大哥亲自去一趟不可 呃 下个月到上海 哦 从上海回来就快了 不怕 冷静 特别 有点 没了